這是我們鄉人 要祝福我們平安 你要回去 朋友 附合這個年齡 要叫孩子煮 親切地跟接種過疫苗的民眾 分享平安 他是71歲的慈濟職工羅美豬 從慈濟提供五處禁絲堂 作為新北市大型疫苗接種站後 他天天都在三重園區 穿梭服務 問10個 最少有8個 9個 都說會緊張 然後他在這麼緊張 這麼害怕的當下 看到這些醫護人員還有志工 這麼親切地陪伴 引導 他的心就安定下來 我覺得這是志工可以做的部分 就是這份媽媽心 讓不少民眾多了安定感 口罩雖然擋住了笑容 但他的眉眼傳遞了溫情 即使得了腳底筋膜炎 依舊甘願付出 痛還是會痛 但是我覺得這樣 反正這樣一天一天也是很快的過 剛才又去吃虎拿疼 我覺得還是可以克服 這天跟著他 一起來當志工的 還有孫女陳怡安 和黃麗英三姐妹 大家都想把握機會 多為別人服務 因為有些長輩他們不識字 然後我就幫忙填這樣 很熱 很累 但是很開心 像我之前有陪爸爸去打針 打疫苗 我就看那邊的醫護人員 因為好辛苦 濕大大的 今天自己穿上就覺得 人生果然濕大大的 全身都是很 裡面都濕的 所以體會到這種感覺 真的 付出也很高興 醫護團隊與志工一個多月來的付出 與社區結了好緣 這天里長還自製飲料 慰勞大家 我們持續的人員 真的都是這麼用心 那個看他們的付出 我們都感到非常的高興 希望大家能夠平安健康 趕快把這個防疫 這個病毒趕快過去 有親戚介紹說來這裡 環境好 而且服務又好 很多親戚都這樣講 所以我老公跟我都來這邊打 防疫線上 民眾等候施打疫苗 排隊動線拉開了社交距離 但志工服務的心沒有距離 台新聞 珍珍美志工 林秋玉 杜世發 台北報導